Hello 大家好 我是Eno 那现在呢 我介绍几款耳环 我会从小款介绍到长款 那第一个耳环呢 是一个 发系冷白的 一个双G 设计 这个是它的上耳角 那第二款呢 是一个月亮星星的一个设计 那这一款呢 比较特别 你可以在第二口 然后配戴前的 示范会比较不一样 这是它的上耳效果 就是说你可以戴在第二个孔 然后前面放一个很简单的 珍珠啊 或者是我现在配戴的是一个蓝色的 定品 那接下来呢 这是一个冷白银的贝壳 做成一个半字的 然后叠加一个珍珠 这个是它的上耳效果 那接下来呢 这个是一个大的粉红色 电镀玫瑰金的一个贝壳花 它是一个大颗的贝壳花 里面呢 是一个粉色的高水 这个是它的上耳效果 就是非常有气质 很高贵很典雅的一个设计 然后外面也是外围的 然后外面也是外围好像sparkling的感觉 那接下来呢 这个是一个发系小蝴蝶 那它的珍珠呢 是属于奶白色的那种设计 很creamy 看起来很loving 这是它的上耳效果 它是一个手工款 中间呢 围着一个贝壳花 这个是它的上耳效果 很lovely 很活泼 很俏丽的一个设计感 那往下呢 这些就是黑色系的一个设计 这是一个黑色高石 电镀白金 然后下面是一个真的珍珠 这是它的上耳效果 就是很精致的小款 那接下来呢 这个是一个很lady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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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甜蝶的小爱心黑圈 这个是它的上耳效果 很lady light 接下来呢 这一款呢 是一个 我称之为一个吸血鬼系列 它里面的那个cross 是非常非常像吸血鬼 然后外面是一个很黑的real black的一个底 这是它的上耳效果 就是比较帅气冷酷的一个设计 接下来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 它是一个Square 然后里面是一个Vancliff 然后配上黑色AB 这是它的上耳效果 就是比较帅气 简约 因为它是配上AB 黑色的AB 所以它会有少少的REFLAT 那接下来这是一个长款的 就我们家会比较少长款 但是这个非常的LOVELY 上面是一个爱心 下面是一个爱心 然后一串珍珠 这款就偏像ONIDO 这是它的上耳效果 就是很LOVELY的一个设计感 然后眼看的话有一点点像那个 蝴蝶结 那接下来呢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 很出乎意料适合去低能的一个耳挂款 这个是它的上耳效果 那天我是弄了卷法 然后我发现它也是很意外的蛮适合去低能的 就你想象一下可能你的低能 也是扎了一个卷法 很漂亮很漂亮的一个三个爱心的设计 接下来呢 这个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ONID设计 它里面呢 是一个粉红色的OFTRAILA SHELL 然后配上珍珠 很漂亮的一个爱心 那我今天穿T恤啦 它这样的配搭也非常好感 它好像万以为是一个SPARCLE 然后里面是一个粉红色的SHELL 进去的